大家好,歡迎回到RareTrader的頻道,我是Henry 今天想說一說我們平時用的軟件MetaTrader 4 平時怎樣操作,我們平時用來落單的軟件 用來進行交易的軟件,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免費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Store下載 這個工具是費用全面的 上面可以試一下去做一些交易或者模擬交易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用的一個平台 你下載完之後,在裡面就會見到一個打開模擬帳戶 或者如果你在明德開了戶口,你可以登入一個已有帳戶 我們首先點選上面的打開模擬帳戶裡面的畫面 然後我們再教大家怎樣去做,怎樣開始接觸這個市場 慢慢去學習交易 大家開這個真實帳戶的時間 其實可以用一個模擬帳戶來練習操作 就是練習一下怎樣按鍵 我們在這裡搜尋BA Capital Group 這個就是明德的戰略夥伴 即交易商的名稱 在上面搜尋完交易商之後 你可以在上面試一下去登入 做一些開模擬帳戶的一些動作 可以試一下練習一下操作 然後我們就教大家怎樣去按鍵 我們在這裡按進去,然後你就可以輸入你的名稱 然後就你的電話號碼,電郵 然後就槓桿比率 然後就是你那個模擬帳戶的金額 這個可以自己去選擇,這個就沒什麼所謂的 你還要練習操作其實沒所謂 槓桿你都不用選擇 因為黃金就是1比100的配數 我們在市場上面,我們都是用一個標準的1比100的槓桿 輸入電話號碼,然後你的電郵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裡有些登錄的密碼 關於這個模擬帳戶的,我們接著就下一步 平台上面有不同的產品 你可以看到我們平時玩的就是黃金為主 平台上面其實可以加上這個產品 在右上角 你可以在裡面找這個XAUUSD 我們其實找這個產品可以加上去 下面有不同的虛擬貨幣,其他的白銀,一些指數 現貨油,不同的產品,或者布蘭特原油 很多不同的產品 大家加上去就可以了 你終於可以加上比特幣,不同的產品 現在你就在畫面裡面,你就會看到 你的產品已經加進行程這個位置 OK,在下面這個位置 點測3毫子,非常之低 然後你看到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也是一個圖表位置 MT4手機APP上面 你看到,其實我們所有移動都可以看到這個圖 然後你看到1分鐘圖 5分鐘圖 1小時,4小時 不同的time frame都在這裡 即是你想看什麼圖,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就一個工具 讓你知道價格在哪裡 有多高有多低,什麼價位 這個十字的位置 這樣取消,然後這個就是一個畫線 畫趨勢線的工具 OK,這個畫線工具,按下去 然後呢,你就推來推去,上去下落 你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 這個是橫線 比如你看到一個阻力 你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關鍵位置 那已經OK了 那你不喜歡就掉了它 或者是不想用就掉了它 然後這個斜線工具 點一點,拖一拖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如果你要取消回去 那你就可以長落它 然後就刪除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結餘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結餘的畫面 即是你入單這個位置 都是這個位置 然後呢,我們待會就會示範一些實際操作 首先我們玩黃金,先選一個產品 然後就 你看到這個畫面 有止蝕,有獲利,不同的位置 你按這個市場執行這個字 就是我們掛單的方式 怎樣掛單啊 Buy Stop, Sell Stop 這個呢,我會教一教大家 有一條影片 那我到時就可以看回 然後就不同的價格 止蝕,止賺,止賺 這三樣東西 之後呢,你可以按 然後看一下其他 譬如我其他掛單方式 這個是追渣單,Buy Stop 我想找些位置 追渣上去 那這個畫面呢 就是輸入手數 這個位置 譬如你想玩一手,按就按一 你想玩兩手,就按二 那就自己計算數吧 做回保險管理 然後就十手,十手 那你喜歡玩多一點少一點 自己選擇 你喜歡玩五十,就五十手 你如果多些本金的話 玩多一點 然後就 出去吧 那你見到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會示範一些 操作上是怎樣操作的 那這個就是 你的布表 你的結餘 你見到這個位置 你見到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了 現在試一試一個十萬元的倉 你見到結餘 淨值 預付款,即是保證金 然後就可用預付款 和它的比率 那我們進回去呢 那你見到 落單畫面 輸入手數 好,我們玩幾多 就幾多 這個位置剛才說了 然後就 設止蝕,設止賺 那這個位置呢 按下去呢 它是沽貨,就立即按下去 就沽了 我們先設一個止蝕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初五示範 你見到 打了很遠 一萬七千多 那就沽下去,一天按下去 那個止蝕很遠的 那我們現在進去 收改一下 收改一下 這個止蝕位 你將它掃左邊 你見到一支筆,按下去 去修改吧 收改一下止蝕 喂,哪裡那麼遠啊 我們設幾分止蝕 輸少少 最多 那又沽下去 設定目標 那它就沖下去了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買跌呢 我們就賺錢了 你見到,開始賺錢了 那你見到 那MT4的這個 沽單呢 就在運作中 在沽一手的黃金 然後XAUUSD 就是這個 黃金了 那BAC 就是交易商的名稱 那你掃左邊 你喜歡呢 就可以按Tick 然後按Close with profit 平倉 一下子按下去 這樣呢 收錢 搞定 那就三十幾元美金了 收到拿來 那我們這個 基本操作就是這樣 你可以按上面 周啊 月啊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月這個周 這個 時間裏面 我究竟做成怎樣呢 他自己去看 研究一下自己 做得好不好呢 那按下去 你看到裏面的一些 不同的內容 放了指洩 放了指賺 這個當然 我們就一個 短的示範 平時就不會 只有一元的利潤 去目標 一兩元不會的 平時我們目標 是遠一點的 形規比會好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畫面 你看到 可以按界面 選擇回語言 你喜歡看日文 可以選擇日文 你可以看日文 可以看英文 可以看不同的語言 放你自己方便 那然後呢 你可以看回這個圖表裏面 轉一下顏色啊 你喜歡看什麼線啊 你只要習慣的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正常常 其實都不用怎樣去動它了 都不用怎樣去改動它了 那看你自己 喜歡什麼設定 這些就 自己嘗試吧 試一下吧 這些主要都是顏色為主 那 沒有什麼好特別的 有些人喜歡全部黑白的 有些人喜歡全部彩色的 我見過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設定 不過這些就很簡單的 OK 那我們呢 現在再做一張拿貨單 我們呢 現在就1781 現價 我們設定一個止蝕 設定一個目標 這樣 那止蝕呢 我會放在大概幾元 距離1776 左右 獲利就1788 那拿上去 一下按下去 放 做了出來 然後就1781.85 去買升 你看到 畫面的左手邊 那你看它 會浮動 當然 因為這個市場有點差的 那 然後它慢慢 如果向上 我們就賺錢了 你隨時可以收錢的 你隨時有43 47 54 56 你隨時可以收錢的 其實 如果是你已經是賺了錢的 你可以幾秒已經賺錢的 所以這個市場 你如果每天賺少少呢 真的不是很難的 譬如你按下去 我想做多一張單 我現在再買升 十手 OK 進去再做一個指示給它 然後 收到目標 多少錢 多少錢目標 89 OK 88 沒所謂的 十手 一手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我們一萬美金做一手 那十萬做十手 差不多 那這個十多手 正常 OK 它已經在畫面上 你看到指賺指洩價 在哪個位置 我看哪個目標 看前高位 收錢 這樣 這是我們的plan 所謂plan your trade OK 然後就trade your plan 你plan完 看好 那我們就操作 看好 OK 上面有些數據 和我自己的訊息 你看到我遮住了 所以就 之後就等待 入完市就等待它 就是這樣 就是去做交易的時間 很多時候入完市 都是等這個機會 等它走給我 等我市場給不給我機會 這樣去做 不是真的想得太遠 看到 其實呢 我們就在下面買升 1781 看下面一個支持位 這個時間是十月二十一號的九點 十月二十一的九點 OK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MT4浮動的畫面 放在畫面 那時候在賺錢 那時候 我們打算 再做一張 撈貨 Buy Limit 你看到 做一張撈貨的單 1781 去撈貨 1781 那麼 指虧多少呢 1780 看誰去撈貨 看怎麼去做單 你自己去設定價錢 這張就是1780 附近去拿貨 然後1774 去做指虧 你看到 目標呢 就88 這樣 掛下去 那張單掛了 訂單在下面 OK 那這樣浮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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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也是 沒什麼特別的 一兩元在浮的 然後我們就等它 等它下來 或者給我們機會 然後呢 那張單都入了 去到晚一點點 九點半 你看到左上角電話 九點三十一分 我們就嘗試平倉了 我們有十手那張單 就平一半 平五手 你看到 只剩下五手 在下面 一七八三 那張單 這個位置 平了一半 其實沒所謂的 你自己做了 你隨時可以平手 平手 你就可以賺上面 千多元美金 差不多二千元左右 你看到 不同的教委做單 掛單那張單 執行了 賺錢了 我們博它 數一數再上 詳情看回 10月21號的這個 直播覆盤 看回10月尾那天 直播覆盤 看看我們怎樣做單 怎樣賺這張單 OK 那再平倉吧 試一下 做其他單 其他位置 然後呢 你看到上面就是這個利潤 浮動的利潤 你看到上面 MT FOX寫著正直的位置 浮動著 你現在賺多少錢 你的戶口總共浮多少錢的一個 利潤 或者是叫虧損 如果你在輸錢的話 好 然後 剩下四手 平上去 看看平平 推不推止蝕 這樣 OK 推止蝕 設一個保護 你看到 止蝕高於入市價的 入市價80 我們止蝕放在101 跌下來 我們都不會輸回頭 這叫做補本止損 大家要學這件事 你看到 其實我們之後不斷去 平倉 止賺的話 就做這些動作 如果你是去這樣做的話 再減倉 再收一點都可以 不斷在收錢 其實我們 不斷在收錢 不斷做這些動作 不斷做 不斷做 其實就 一般操作 都是正常操作 不會太誇張 不會太over 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這樣 之後呢 其實我也再做了一張單 最後 你看到星期四晚 這個10月21號的行程 其實我們不只做過這個利潤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那天也是這樣 你看到 畫面紅色橫線 就1780左右 181 我們就有我們入市的位置 一路晚上其實都會衝上去 一路衝上去 其實我們都在賺錢 現在浮動著 賺錢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用MT4的交易 怎樣可以去圖表上面找位置 然後入市 撞兩張單 有時撞一下盤 有時不用太複雜化 大位撞一下盤 收錢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MT4黃金交易 你玩現貨有 你玩美元 都是這樣玩的 我們就這樣做 你看到這個是我的工作台 剛剛 剛剛浮動著 給大家看看剛才的影片 剛剛的時間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還沒在平倉之前 浮動的 我們要等待的 一個成功的交易者 就是等待 不如等待在那裡動 動 不如等待它在那裡浮動 給我們機會賺錢 大家看到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不是做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也不是計算複雜的數 我們絕對不是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的直播 都知道 其實我們計算的數很簡單 很清楚 我們要做的就是結束分析 找些位置 差不多到 喜歡的 就收一點點 我們有五手 我們試一下減少少 收一點 我減一減 四五手 變一手 那就減一減倉 這樣 OK 其實我們都是做一些動作的 這個就是剛才同一個戶口 我們最後就是這樣做 OK 不斷等它上升 不過那天走得慢一點 走得慢一點 你看到 最後 我們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最後是90 再拿貨 你看到晚上 你看看直播 我們89 90再拿貨 最後上到94 最後利潤 就是10萬元的美金 去到10萬4千多 那幾% 一兩日的利潤 我們有4% 多一點 這個是非常保守的操作 也是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是做些什麼 就是這樣 OK 這個是MT4的操作 你看到最後的畫面就是這樣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交易畫面 就是最後我們的金額 以及我們歷史畫面 我們看到的報表 裡面 我們做過什麼單 我們是不是做短打 還是我們吃一些波浪 吃幾元的波幅 你看到 那最後呢 我們就做了不同的單 你看到 那一天 一兩天 就做了這個利潤出來 那大家想學習嗎 隨時PM我 那我們交易世界裡面 最重要是風險管理 策略 以及你的交易心態 以及做到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長期地賺錢 贏多 輸少 那我們就繼續努力 有些什麼可以問我 或者問我的助手 祝大家 交易順利 開始你的交易路 好好地做好投資 大家下次 在交易世界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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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vídeo Xing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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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